好 歡迎各位男士來到第二回合 這邊第二回合二十萬了 所以一半以上都在一萬以上 那根本還有一半 可能會小還是會小 好 來 第二回合有什麼不同呢 請助理 寄生丈夫和不成熟丈夫 哪一種類型的丈夫 屬於事事都要請教媽媽的人 請請答 淳家葵 寄生丈夫 以字面來說 好 家葵 就是他沒有辦法獨立嘛 所以就寄生在媽媽身上的意思 寄生蟲 請揭曉 妳看 字面就是不成熟啊 想太多 好 不成熟丈夫呢 他其實就是那種 比較媽寶性的男生 就是他可能呢 這個世事都必須要先 跟他的媽媽請示過 才能夠來做決定 當然有時候會讓太太覺得說 都已經年紀那麼大了 怎麼還做事這麼沒有擔當呢 那寄生丈夫呢 則是在經濟上面 寄生在妻子的身上 然後呢 什麼事情呢 都需要說 可以讓女生來決定 那當然就讓人家覺得 是一場惡夢 來 再組下來 男士短髮 常見的造型品 髮泥和髮辣 合著可以維持比較久 請查到 陳家葵 其實我 你知道這兩種東西 你知道這兩種髮品嗎 知道啊 但不是長得一樣嗎 那髮 不一樣 髮 髮 髮 辣 請揭曉 我都不覺得 好 那其實呢 我們可以看到喔 在男生呢 頭髮也有很多的不一樣的造型品喔 如果呢 你是想要做出那種濕潤 油髮的那種效果的話呢 就比較適合用這個髮油 它可以弄出油頭 那如果呢 你用的是這個髮辣 它就是呢 比較介意髮泥跟髮油的中間 那如果呢 你是用髮泥喔 比如說你是油性髮質的男神 然後你又希望可以做個塑形感 稍微強硬一點 就是你可以讓你頭髮看起來 比較根根分明啊 然後那個比較 就是固定的時間比較久 而且又可以幫你去吸收掉 你頭髮本來的油脂的話 就可以用髮泥喔 來 請注意一下 內向者在腦內的多巴胺 比外向者敏感度高 還是敏感度低 請搶答 第一例期 多巴胺是放鬆的 所以內向者敏感度高 應該可能對 來 起這腳 來 走 好 有沒有說多巴胺會讓我們覺得 心情比較愉悅喔 那其實呢 外向者啊 他的這個多巴胺敏感度比較低 所以當他們呢 越去跟人家說話啊 聊天啊 然後做一些比較活潑的事情的時候呢 就可以呢 產生更多的多巴胺 讓他們的身心上面 會覺得比較愉悅 那如果內向者呢 他對於多巴胺的感受 是非常的敏感的 所以他其實不用做太多的事情 他就已經可以有那樣子的 一個情緒感受存在了 那他只要一點點的小事 就會容易讓他感覺到快樂 七學者 七樓之二 就這個人 看一下 很不一樣喔 很不一樣喔 一萬四千耶 一半以上都在一萬以上 來 出下一題 明清時期會被歸類為 盛男的是超過二十五歲 還是二十二歲以上 人未婚的男子 請搶答 陳莫榮 二十二歲 明清時期的結婚 都是十七八 對 那時候都很年輕 就要成婚了 太超過二十歲 可能會不會就覺得 沒有傳宗接代 就算不孝了 集體講 好 要跟大家說 因為古代人嘛 他們的壽命平均就比現在的人 還要低 所以二十五歲對於他們來講呢 已經算是年齡滿大的 這個時候 如果你還沒有婚配 就算是聖男 那平均的每六個人當中 就有一個是聖男 最後的原因呢 也是因為古代人啊 重男輕女 所以男女比較不均啊 也讓聖男的情況 是比較嚴重的 來 起初下一題 英雄一詞的櫻塔最早 是指聰明秀出 還是膽力過人 請搶答 陳家葵 我今天運氣都很差耶 聰明秀出 膽力過人好了啦 來 請介紹 你看 今天 好 在未明天時期的人物誌裡頭 就特別提到了英雄這兩字 各別有各自的含義 像是英代表是聰明秀出 而熊呢 則是膽力過人 所以呢 一個是比較靠頭腦 一個是比較靠你的這個 健壯的四肢 所以他就平定了一下 劉邦呢 身邊的這些能臣喔 他就說呢 像是張良啊 他就是英而不熊 那如果像韓信 也就是韓信點兵的韓信 他則是熊而不英 那你要成為英雄的人呢 要像是呢 這個劉邦跟項羽一樣 才是他們心目當中呢 兩者齊備的英雄 來 請出下一題 古代男子流長髮相傳 除了禁孝 還有一個原因是 怕會減掉你的觀慾 還是為了方便刑罰 請搶答 好 校園 應該會是 為了方便刑罰 請介紹 非常 我們都聽過嘛 這個古人有云呢 身體髮夫 瘦之父母 不該毀傷 笑之時也 我們會覺得說 所以頭髮呢 也是我們身體的一部分 我們也要好好的愛惜它 所以在古代喔 就說呢 有一種刑罰叫做昆形 這個昆形呢 就是剃掉你的頭髮 或是剪掉你頭髮的一部分 也就是傷害你的身體的一部分 而這樣的一個方式呢 當時的男人呢 會覺得非常的受辱 所以因此呢 古代的男人也都續長髮 來 準備脫屏 脫屏 脫屏 來了 有兩萬的喔 有兩萬的 那就 七樓之四 七樓之四 開箱 九千四 你看 快了吧 可以 剩下八百多了 對 男生 快了吧 那個 楊靜羽跟我們一起玩嘛 好不好 好 OK 你是不是黑到找不到按鈕 不會 不會吧 來 再出 下一題 台灣的夜店酒吧 比較像英國的Club 還是Pop 請搶答 陳莫柔 Pop 家葵你待過英國不是 你待過四年有啊 對 你覺得台灣的夜店酒吧像什麼 比較像Club 因為英國的Pop 就是真的就是Pop 純喝酒而已 對 沒有那些什麼很草的音樂啊 什麼那些花樣都沒有 所以他們說 我也覺得是Club 就是那種地方 沒去過 女生不是都說 我們晚上去Clubbing Clubbing 我們去Clubbing 對 不容先生 有時候晚上出來走走 你看一下大家都在幹嘛嘛 對 你知道吧 不要緊永遠坐在整間裡 沒穿著白袍這樣子 真的沒出遇過 真的是遺憾 對不對 我覺得別現在還有心中力 就是看一看 走一走 對吧 喝個兩杯 晃啊晃啊晃啊 晃回家覺得他很好 就很好玩 啪 寫這首 對不對 你這太可惜 這送分題啊 來 把握時間 帶出下一題 如果關節位移造成痠痛 應該要看的是骨科 還是副健科 請搶答 阿孝遠答錯就完了 對啊 對啊 關節位移應該 關節位移 當然是看骨科啊 答案講了是不是 骨科 你講了是嗎 骨科 請揭曉 你搞得好幾個 好 骨科比較偏外科 如果是副健的 比較偏內科喔 那如果呢 我們是關節啊 骨頭啊錯位啊 發生了位移啊 當然是要用骨科的方式 來進行治療 那如果你是韌帶肌腱 有一些不舒服的時候呢 這是要透過副健科的方式 去幫你做環節 脫平來 你脫平了 好 來 八樓十六 又是頂樓夾蓋是吧 開箱 這個 匪夷所思的表情 什麼 詭異的笑容 用幹嘛 你應該長得了 負負幾個 負八百六十九啊 厲害了吧 隨便都脫平吧 負負 怎麼了 五百嗎 一定沒脫 創新低 真的很強耶 我說明一下 真的很無聊 第二輪的弄六百 幹嘛呢 來 請出下一題 首領犬貓的最常見死 因為惡性腫瘤 還是單一器官衰解 請一搶啊 游舒婷 你發達啦 我希望你不要跟家葵一樣 毛起來搶 毛起來亂拆 對 我很努力的在搶 但我沒養 熟齡犬貓最常見的死鷹 惡性腫瘤 還是單一器官衰解 感覺是 惡性腫瘤 楊靜宇啊 我們獸醫在這邊 哪一個 基本上現在的小動物的 平均獸醫越來越高 所以說以往不會發生的疾病 現在都會 所以其實腫瘤 惡性腫瘤 在狗跟貓 它是不一樣的 在狗狗來講的話 統計數字是 腫瘤 貓的話 大概腫瘤跟腎衰解 器官衰解 是鑑於伯仲之間 所以如果這題目是首領犬 所以你會選惡性腫瘤囉 對 起碼有專業的知識 我不改答案 我不改答案 我剛剛本來想改 沒有...不能改 你講完就不能改 還改咧 我們是還能聊答案的 是... 惡性腫瘤請揭曉 掌聲鼓勵 謝謝 準備脫平 六樓之六 來個六六大順 很迷信喔 開箱 一萬人聽 不錯... 人家就抽一萬二 就只有你抽得到六百 你看... 你看你這效果做得多好 這六百 別人抽都沒那麼好笑 就你抽才好笑 就是負八百多 隨便都脫平吧 他就能抽到六百 來 再出下一題 根據網路挑選 男士們最想取的職業冠軍 是護理師還是老師 請下答案 陳慕容 我已經答錯兩題了耶 你答錯很尷尬喔 護理師 網路票選耶 因為護理師 我印象中看的新聞說 還可以順便照顧家人的健康 喔 但是我已經抽了兩題了 也對喔 你如果老師的話 你從小到大就被老師念 我講那麼多幹嘛 我都...算了... 你也沒有講經驗啦 對... 你憑什麼跟人家講什麼 抬什麼什麼 沒有資格 沒有資格 我被說服了 回來還可以照顧家人 我覺得這個被感動了 對 我看過的報導 好像有這樣子的 護理師 請揭曉 老師有寒暑假 可以再假報 這個YouTuber呢 機器老大 他在自己的IG上面 發起了投票票選 男生最想取得職業 護理師在第七名 那前三名呢 第三名是室內設計師 第二名是空服員 第一名居然是老師喔 那大部分的男生都覺得說 這個... 如果娶個老師回家的話呢 感覺老師通常都滿有耐心 滿喜歡小孩的 當然就會是好媽媽的人選 而這些老師們也說 往往去認識男生啊 只要男生第一次知道 他是在做老師的話 通常會先跟他說 老師好 來 進入下一題 研究發現 經常吃飽就睡的難事 可能會容易引發的是胃癌 還是攝護腺癌 請請 哇 定力器搶到了 毀了 來 請說 吃飽就睡 不要想太多吧 胃癌 因為我前一天就是這樣去醫院的 吃飽就睡 所以是胃癌 胃食道逆流 然後你就中醫看了九千多年 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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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一樣 胃癌是嗎 請就腳 這樣 怎麼樣 好 國際主要提醒大家 就是呢 如果啊 你要擔心胃癌的風險呢 主要是在我們的飲食上面 盡量不要吃醃漬品 以及高鹽的東西 因為它才是導致胃癌的主因 但是呢 他們呢 再根據大數據的研究就會發現 如果呢 常常太晚吃東西的話呢 其實比較容易會造成了這個 攝護腺癌的風險上升 然後以及呢 這個乳癌的風險 所以提醒大家 最好在九點以前 就把晚餐給吃完 而且呢 在吃完晚餐之後 最好再間隔兩個小時之後 再去就寢 就可以讓你呢 罹患這個癌症的機率呢 減少兩成 好 最后一題 北風北了 請出題 根據心理學家分析 通常養狗的思主 會是比較內向還是外向的語言 請搶答 哇 陳慕容搶到 其他人全部淘汰 內向 說個道理來 我在想說外向的人 他可能會從某些地方 去找到好朋友去講 但是內向的人他會 我養狗... 參考一下 找一隻狗好好的聊一聊 真的 所以我就想說內向 外向的人 有心事就會去找朋友 內向的人 就會去找一隻狗 好好地聊一聊 內向 請揭曉 當然是貓派或是狗派 其實跟你的性格 有一點點的關聯喔 通常呢 比較喜歡養狗狗的人啊 都是呢 比較踏實 務實 然後外向 比較活潑 不願意交朋友的 那如果呢 是喜歡貓咪的話 則是呢 比較害羞 有倡議 多愁善感的 其實也不意外啦 因為呢你養貓的話喔 你不一定需要出去遛貓 可是你養狗 你要出去遛狗嘛 遛狗的時候呢 就會遇到別人嘛 也很容易會有一些社交 所以通常比較善交際一些 而且很有趣的是喔 當我們在養寵物的時候 都會喜歡跟自己樣子 看起來有一點像的 所以呢 如果你是長頭髮的人 就會喜歡養那種 比較長耳朵的狗 如果是短頭髮的女生呢 就會比較傾向養那種 短耳朵的狗 兩位最高分的朋友 還有丁麗琪還有陳慕隆 進到我們的冠軍爭讀賽